很多状况就是人家提供给你的开放资料 它是一个JSON 档 而且用JSON 还蛮普遍的 很多单位它其实基本上不提供给你 像 CSV 这种格式 或 Excel 的格式 它就说我们网站上有这种JSON 格式 你自己去抓 那抓完之后的话你自己转 因为它当然没有义务一定要把这些格式先 通通帮你包摊 它干脆帮你做报表算了 帮你 Service 全部做好 你怎么可能 它提供给你资料就不错了 剩下来就是你自己要搞定后面的东西 所以也许你假设你今天想说 我要希望在 Excel 里 比如我现在打开在 Excel 里面可以看到的话 那我就需要什么 把刚刚的东西下载 然后切割 切割放到哪里呢 其实概念一样 就是把它放到 CSV CSV 的结构基本上第一个 它的每一列后面是换行 所以每一列换行就反斜线N 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重点就是说 它每一个栏位跟栏位中间用逗点分隔开来 OK 所以以后的话你如果要存成 CSV 你就是先把刚刚讲的这个格式分别先做出来 然后再用 F 物件 F 等于 Open Open 的话你就存一个 先给它一个 CSV 的档案 然后后面用逗点加一个 W 模式 它就可以帮你把它写出去 Write 把那个字串写出去 所以如果你今天已经可以做出刚刚讲的第一步 第一步 OK 那这个第一步的话呢 那第二步的话该怎么做 我们才可以看到类似像这样 有没有 其实就是什么 这边就是一个栏位名称 然后底下就是我们要的所有资料 然后它这个将来点两下呢 就直接用 Excel 开 因为它是 CSV 档 如果你电脑里面有装 Excel 一定会用 Excel 预设 OK 除非你们公司比较没有用 Excel 那当然至少会有 Open Office 吧 一样可以打开 OK 那它基本上的结构的话 一定就是按右键 其实这边有一个 Parties 这个 这边其实如果你要找到它的位置的话 可以点一下这边 然后按右键其实也可以用记事本来开 不过我习惯还是用 Notepay 加加 这个 用起来会比那个记事本来的这个方便一些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后面呢 一样是一个换行 CRF 然后的话呢 再来每一个每一个资料中间就加豆点 所以如果我今天要存这个档的话 其实前面我们有讲过类似的做法 所以我们有点是复习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因为我前面需要先有一个所谓栏位名称 上面要栏位名称 那栏位名称的话 所以我就是在回圈的上方 我先建一个什么呢 先建一个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里面的话呢 基本上我就放栏位名称 中间加豆点 把它Ctrl加好了 放大一下 OK 第一个给它名称 这个名称其实我是参考它的网站上面 网站上面其实就有这些名称 所以其实你可以把这个上面的名称复制过来 把它修改就可以了 然后中间加豆点 最后的话换行就反斜线加一个N 反斜线N就换行 OK 这是栏位名称部分 那再来的话就抓取底下所有资料 那如果说我将来print的东西 我要把它分别写到底下的话 像这些底下的东西 它是一个一个一个的串列 所以我势必就是先把这个抓出来 中间加豆点 这个抓出来中间加豆点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这样 我前面这个其实前面有讲过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个S 刚刚这个S的这个字串变数 然后加等于 加等于就是S 其实也可以写这样 我前面是比较习惯 S等于S加 S加等于跟S等于S加 其实结果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看各位习惯写法 那意思是说 把刚刚的东西后面在串什么 串那个一样 一定是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五个栏位 然后后面一定会有个换行 那后面的话点format 我前面有讲过了 那个format非常非常好用 就是把东西丢进去 哪些东西呢 这个是01234 有没有 那就把list里面的01234分别总共五个放到这五个大瓜壶里面 然后再帮我串在这个字串的后面 串嘛 一直串串串串串串 Python要把它存成csv档 也就是你要提供给ecell用的话 这两行务必要熟悉啦 其实非常好记 fw等于open open 意思说你要存档的名称叫什么 叫Python25.csv 后面的话就加一个w 意思说我要写出去模式 ok 然后再把上面这个s的创列的变数 再放到这个fw物件的后面的write的方法 然后把它写出去 当你写出去完成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你在src上按右键refresh的话 它就会看到有一个pm25的这个档案出现了 这个档案就会出现了 当然以后如果说你不是要写到src的目录底下的话 你也可以在前面加上你要放在什么c写线的哪个目录 的哪个目录底下 也可以啦 ok 你可以指定某个地方放 然后呢他前面记得要加一个小r ok 然后他就帮你把资料写过来 写过来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点两下 打开他预设的话 就会帮我们放到这个excel里面 你如果说将来你要做一些统计 比如说你要排序或者是做其他的动作 那就可以马上在这个地方做后续的 比如说你要做数据分析表 不过他这个有个问题 就是里面好像有些资料 如果学佛AD里面好像有一些是没有 没有是不是等于0 不知道 反正这个可能要处理一下 不然的话将来你要排序会发生错误 ok 所以已经重呈CSV了 所以Json的格式如何变成CSV 这个部分的话是第一个 我们把它关掉一下 ok 所以刚刚其实主要就是增加四行 第一行就是他的栏位名称 第二个就是串接 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什么 把它open一个档案 write出去 其实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值得把它记下来 以后只要是你要把最后不管什么资料 你要把它存出去的话 存成CSV 其实主要就是这四行 这个前面我想我们也有做过类似的东西 尤其这个format我一直强调太重要了 很多地方都可以派上用场 ok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我们待会再来看就是 如果说我今天不是说只是把它存成CSV 我想要把它放资料库 所以将来的话我希望什么 可以 不过放资料库当然动作会比较琐碎 但是其实前面也做过了 你可以把前面的范本拿来 有点像什么套用一下就ok了 所以待会也是一样 我们如果要把它放资料库里面的话 那这边前面也讲过了 所以我把重点再跟各位再稍微叙述一下 里面的话大概有哪一些地方 需要注意的 ok 这边 里面的话主要大概会有几个可能 第一个就是也是要建立一个什么 资料库 然后一个资料表 当然我这边这个是如果这个 PM25的资料表存在的话就把它drop掉 然后产生五个栏位 那因为我讲过了五个栏位名称到底要取什么 如果你懒得取的话 我这个比较懒人 就是ABCDE 后面都全部test了 意思说全部把它当成这个文字写 最后的话就分别把它excue资料进去 所以这个也许请各位先试试看 先把这个CSV完成 然后再试试看 把这个Json的资料 一样写到资料库里面去 跟atisfied空 辛辛苦 杀 杀 弓